- 它好薄喔,它好像在接吻的感覺耶 哈囉,各位大家好,歡迎收看李奧社長來拼酒 我是李奧,我是尤拉 哈囉,今天尤拉非常的興奮,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我們又選用了一個非常非常了得的威士忌 看到前面這麼多杯子,就表示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進行杯杯大杯子,每個男人心目當中 一定要一個自己屬於自己的杯子,尤其在家裡喝酒 你不能隨便選一個香吉士杯啦 或是隨便選一個馬克杯就喝自己杯 等一下,香吉士杯是什麼 香吉士杯就是在海產店的那個香吉士杯 喔,喝啤酒在家? 對,那種杯子 喔,叫香吉士杯 剛剛那個東西在家裡都很多啊,對不對 好,那我們今天選用這麼多杯子呢 到底為什麼? 就是因為每一個杯子它所能展現出不同的香氣 或是不同的風格 但到底哪一個風格跟香氣是最好的? 今天我們來測試給你們看 那我們今天所選用的酒盤是什麼? 皇家火克來十八米 這麼貴吧 大概三千多吧,在家裡 那進行什麼? 開酒美食 我們就請我們的尤拉來做正式的開酒美食 來請開酒 在開酒的過程當中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選用的皇家火克來十八年 這款非常非常了得 因為它是在2021年TWA由十位專家透過Money 所給予的冠軍酒盤 而這個Royal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它是由皇家第一個授權給它可以使用Royal品牌的酒場 在家裡就跟在皇室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選了什麼? 皇室酒盤 是不是? 所以它另外一個厲害的地方是 它這款是新版 它新版是過了最終熟成的學歷童 是用Pero Collado去收藏的 立不厲害? 你講的好厲害喔 我剛剛已經唸了大概二十次了 Pero Collado 厲害喔 好,來,尤拉到九 好 我們要先第一款要試用的是我們的這個凱恩寺杯 第二款用的是我們在家常用的Pero杯 第三款是由新版的Riddle杯 到底它長什麼樣子? 你看我今天都沒有開封對不對? 就是要有開封的儀式感 在家裡上網買的杯子送到家裡來就要有那種開封 好,來,我們先來試試看 這款酒,因為這款杯子凱恩寺杯是比較專家 還有比較多消費者會常使用的凱恩寺杯 因為這是比較標準的 肚子大 縮口小 縮口小它能夠集中香氣 香氣非常非常飽滿 非常濃郁 而且那個五花果的味道跟那個奶油麥芽 堅果的香氣 令人愉悅 所以它的分數其實用這個杯子通常會是最高 有拉你覺得呢? 玩起來就是那種奶油拓盒的味道 這款酒本身齁 就是我的心頭好 十位專家盲癮還沒有給它金牌的時候 在臉書上面就說這款酒厲害 果然專家也給它金牌 好齁 真的嗎? 嗯 很厲害齁 所以這個杯子最標準 標準版本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在此先在這邊先給它90分 很高分 用這個杯子 因為它最標準啊 其實你用浴巾香杯也是一樣 浴巾香杯就是多一個梗 然後它也是肚子大 縮口小 在家裡就是要找儀式乾 對不對 好 第二杯 我會不會到太少了對不對 我會不會夠了夠了 要知道要知道 再多一點 夠了夠了夠了 沒事沒事再多一點 好 來我們第二個杯子是在家裡 我們常用的這個威士忌杯 就是老式的威杯 而且這個杯子大有來頭 它是拉莉水冰杯 難怪我覺得它 質感不一樣 在我家收藏的時候我家拿出來 我在家都用這種杯子喝 那我本來就是吃水服化的 好 現在我們看香氣 基本上 這樣的威杯 它的香氣沒有像剛剛凱恩斯杯 那麼集中對不對 對 就淡淡你的香甜味 所以通常這種杯子在家裡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加冰牌 然後慢慢喝 然後看汗水 對不對 慢慢喝 你最近在看什麼 我最近在看一個叫露宿 就是法律劇 因為我本身就是喜歡法律 對啊不一樣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 我的室友是周瑋基 真的喔 超帥 聊起天來 聊起韓劇 我們這個節目是李奧社長來看劇 不是李奧社長來看劇喔 不是 好來一樣喝喝看 這個喝的感覺 比凱恩斯杯好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這個口大 我放進去的時候它塞了我整個嘴巴 但這個凱恩斯杯它的杯口比較小 所以你只能在嘴巴的中間進去 它這邊整個都是酒飲 我整個嘴巴都是酒飲 所以它整個滿載在我的這個口腸裡面 所以我認為 口感來講 這個是 而且它整個 進去了以後 有什麼那個檸檬跟薄荷糖的味道 就在裡面 然後它有一點淡淡的爆米花味 然後爆米花味 真的喔 應該要試一個 可能是你的嘴小 所以你喝的比較少 我這個喝的時候只直接當進去 我覺得用這個杯子喝起來就是 比較順紅 然後酒精感的那種感受比較低 因為我覺得我那個酒衣都流到骨子來了 都濕掉了 對不對 所以它是這邊非常非常地寬 這個口感非常非常好 在家裡我覺得是特別非常適合 尤其是我們用的是什麼 水晶杯 皇家運用的酒口 水晶杯 在家裡 太奢華了吧 我覺得要這樣做 第三個 這個 如果今天你下單 收到了杯子 不得了 要開箱 我很蠻期待 因為這個杯子我還沒用過耶 坦白講我還真的沒用過這個杯子 小心翼翼的啊 哇 這杯子好特別喔 我說不出來的這個杯子 應該要怎麼去介紹 但是官網查的資料喔 它是手工杯 純手工的杯子 真的有儀式感耶 在家裡這樣 感覺很棒喔 它是有一種什麼 羅馬的 蛤 羅馬工 羅馬是什麼工 我先幫你倒一點 那這怎麼拿 喔 這麼假掰喔 沒有啊不然你這樣拿 這樣 這樣很噁心耶 我覺得這樣子應該OK吧 這樣想 它比較直立 然後它的杯口是屬於大 我先來看看香氣 它的香氣也沒有像凱恩斯杯 這麼集中 對 它跟微杯有點差不多的感覺 我覺得再來就是口感 因為微杯它比較厚實 這個非常非常吃 然後官網資料茶它大概是200ml 200ml左右 然後非常的薄 所以這個洗杯子要小心一點 我們來喝喝看它的口感 它好薄喔 它好像 好像在接吻的感覺 就 你在喝的時候 會特別想要把舌頭吐出去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它的口感 優於未卑 而且它的那個整體表現 剛剛講說它90分水準 然後它也是各有請求 大概 我覺得都是90分水準去補一瓶 但是有人會多一分 跟少一分 各位 最後這一款 Riddle的杯子 我給它蠻高的評價 它那個整個口感裡面 進去那個薄薄的臂 然後想要伸舌頭的感覺 那爆米花的感覺也被我找到 它已經冠軍了 它是King King要找什麼 就要找Queen 適合它的皇后是誰 我今天找到它的皇后 它的皇后在哪裡 就在我旁邊 好 對不起 對不起我想吐 我們的Queen就在這個 我覺得這個杯子非常非常亮 好 三款杯子我們再測出來 但是 我們今天有最後一個小插曲 嗯 在家裡喝酒 你都用什麼杯子 有啦 你都用什麼杯子 那我就來介紹 平時在家裡面 喝威士忌的杯子是什麼吧 好 它今天在家裡 每次喝威士忌都用這個杯子 你可以再誇張一點 沒關係 你真的在家裡用這個杯子嗎 對啊 你也太誇張了吧 你 這個杯子喝起來 有一種很 華麗的感覺 你這就是贈品杯嗎 這不就是買那個 Johnny Walker送的杯子嗎 什麼龍鷹胡椒杯嗎 如果我今天有這個杯子的話 它應該可以取代 OK 那你先喝喝看 先倒倒看 這是你的吧 我在家裡 也不是用這個 一般的威杯 沒有啦 或是微香的 沒有啦 我在家裡真的用這個杯子喝 會嗎 我在家裡真的用這個杯子喝啊 你喝給我看 好 真的是這樣喝啊 對不對 來 咱們 敬各位兄弟 我們下敵去 乾了啦 怎麼樣 它需要這樣子嗎 因為我常用這個杯子來喝啊 所以 我覺得就很舒服啊 感覺也很好 那你除了喝酒 還會用來喝什麼 喝酒 我就只會用來喝酒 不會喝其他的東西 因為這杯子 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滿適合的 而且又一口接一口 那這個杯子真的是 常常不知道要從這邊喝 還是從這邊喝 欸你都 那我問過就是 兩邊都可以喝 真的喔 那你有沒有用旁邊喝過 邊邊喝 那果然是我們 喔不行旁邊不行 喔真的喔 旁邊就是給你這樣卡住 太卡 太卡 太浪費 然後嘴巴比較小 好不好 它就是屬於 在現代的 荒莫蘭喝 就會屬於 那乾了吧 客氣什麼 這是我們在家裡 所使用的杯子 其實不管是哪一款杯子 它所呈現出來的 都是不同的風格 但是一定有一個杯子 是最適合你的 因為這是每一個台 都需要 各位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開啟小鈴鐺 按讚 留言 給我一些意見 你們就會 慢慢的再呈現出 其他不同風格的影片 各位 李奧社長來評教 咱們下次見 掰掰 所以這幾個杯子 你最喜歡哪個 這個啊 你最喜歡這個啊 我覺得它的花香 花香調很明顯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我有點 嚇到 而且你知道現在這樣聞 什麼是糖果仁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厲害的地方是 它的杯口跟嘴唇接觸的感覺 可是我放的時候這邊會 會被撐大 因為它這時候比較寬啊 所以它會把你的嘴巴撐大 我覺得 葛蘭男子杯 也很棒 它把它如果像如果 就是怎麼能濾起來 可以聞到它 很棒 它這個香氣非常集中啊 它就是 集中香氣的一個 盲擬杯型 然後這個是在家裡 經常在使用的杯型 加冰塊 然後 百搭 其實是百搭 所有的 九款 使用這個杯子都OK 但是 所有的九款 如果你使用的 凱恩斯文香杯 有可能它的錯誤 它的不好的風格 都可以放大 嗯 但如果它的 那個香氣是好的 它的那個 好的東西 什麼 檸檬啊 薄荷啊 這個東西都會被集中出來 所以它有點像是一個 和好酒用的杯子 沒有 它是照耀精 好跟壞 都會透過這個杯子 馬上讓你承進去 它是照耀精 得到 好 好 遍 到